第1035集 乌神在这个世界上 最后的一点痕迹 也彻底的消失了 叶浩轩叹了一口气道 有始有终 是这个世界上万年不变的准则 这是定数 李延心淡淡的说 是 每一个文明 终将会走到尽头 就像是人的生老病死一样 叶浩轩点点头 我们出去吧 事情到此为止了 李延心拉着叶浩轩的手臂道 还不算完 叶浩轩摇摇头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抹苦笑 还有事 李延心诧异地问 我们回来的路 不是之前的出口 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平台 而且平台的后方是山地 问题是 我们从哪里出去 叶浩轩指着身后 那结结实实的石壁说 那感情是我们挣扎了半天 还是要被困在这里吗 李延心微微地疑了 也不全是 叶浩轩在平台处的山壁上摸索了半天 他找到了一个类似于机关按钮的东西 这个地方应该有出口吧 魔神当时搭建这座桥的时候 估计就是一条逃生通道 没有理由没有出口的 叶浩轩指着那块在山壁上凸起的石头道 那就按下去试试呗 还愣着干什么 李延心问 因为 我不确定 哪个方位是生门的 叶浩轩苦笑道 他指着那块圆形的石头道 上面的图案有日月星辰 这是巫族特有的文化 就好像是道家的顿甲八门一样 分生死之门 那么问题来了 哪个地方的门是生门 虽然乌与道不同 但归根结底却是同源 李延心道 道家遵循的修真之法 是汲取日月精华 以自身之力沟通天地 养世间浩然之气 所以 我想生门就是在日与月的图案上 我们不妨试试这两个图案 李延心道 你说的有道理 叶浩轩点点头 他看着那块圆形石头上的形状 犹豫再三 终于牙牙牙道 那我们就试试吧 天无绝人之路 是日还是月 我觉得应该是日 李延心道 太阳乃万物本源之首 这个世界上 不管是新生还是成长 都离不开它 所以 太阳代表着希望 我想巫族的文化 与道福两家本质上是一样的 他们修炼 离不开日月星辰 更离不开太阳 所以我觉得 生门 一定是在太阳这个方位的 李延心道 我也这样觉得 叶浩轩点点头 他沉吟了一下 那好 那我们就试试这个吧 但愿 按钮按在这个方位以上后 我们这里不会踏 我感觉 天无绝人之路 李延心微微地一笑 他握着叶浩轩的手 悠悠地说 如果说我们按错了 老天让我们死 我也觉得值当 因为至少我死的时候 是和你在一起的 有这个 就足够了 别说傻话 叶浩轩柔声道 我们两个简直是绝配 就算是老天爷 也不会这么轻易地 让我们死去的 来 我们一起 按下声门 叶浩轩握着李延心的手 两人的手交叠在一起 放在圆形的石头上 然后缓缓地转动 随着圆形的石头上的 方位转动到了 刻着太阳的地方 只见平台的石壁上 发出了一阵 轰隆隆的响声 紧接着 一道门 从两人的眼前打开 这道门似乎是通往外面 入眼一阵阳光 与盎然的绿意传来 果然是声闻 两人一喜 叶浩轩拉着李延心 从石壁的门口走了出去 眼前 生满了参天的古树 这个地方似乎是 在一个巨大的山谷之中 在山谷的正中心处 有一条青石小道 蜿蜒前行 这小道自然是人铺的 但可能是因为时间太久 没有人来过了 所以说小道上的青石路上 长满了青苔 和叫不出名字的小草 这可又是什么地方 叶浩轩诧异地看着 这个充满现意的山谷 貌似在孔雀坪附近 没有这个小山谷 这不是现实生活 李延心向上方指了指道 你看天气 没有太阳 这些光 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想 我们所在的地方 应该是磨身在世的时候 开辟出来的空间 或许吧 这里的灵气很浓郁 叶浩轩看着四周 只见四面八方有很多 充满灵性的药 这些药都是一些罕见的灵药 而且这些灵草 并不是那些一般罕见的药 而是一些真正的天才地宝 一眼望去 叶浩轩的两眼几乎要放光了 这个地方 简直就是天然的宝库 叶浩轩说着走到了一边 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地方的 一株株特殊的灵草 给踩了下来 这是什么 好可爱 李延心看着叶浩轩手中的灵草 他有些新奇地问道 叶浩轩手中的那株灵草 模样十分地可爱 形状就像是一只娃娃一样 而且模样很萌 就和电影《捉妖记》里面的小妖王一样 即便是叶浩轩把他踩下来 他依旧是一副灵气四溢的样子 甚至还睁开两只小眼睛 看了叶浩轩一眼 这是人叶浩轩与人叶浩轩不一样 它是真正并天地造火而生的灵物 就好像是武侠小说里的 知人知马一样 只是这个小家伙 与那些又有些不一样 叶浩轩小心翼翼地 把他给收了起来的 这么可爱的小家伙 你要入药 这样是不是有点残忍啊 李延欣有些不忍心的说 世间万物皆有定数 叶浩轩小了小 这种天才地宝可遇而不可求 既然遇上了那就是你的 如果不娶那就是逆天了 屁话 这满园子的天才地宝 你倒是全部娶回来给我看看 李延欣根本不支持叶浩轩的理论 的确啊 这个地方一眼望不到天际 这是巫神在世的时候 开辟的空间 这个地方的空间 恐怕是无边无际的 里面这么多的天才地宝 叶浩轩确定 他能全部带回去吗 这个 倒还真的有点难度啊 叶浩轩苦笑了一声 他承认 他没有办法 把这一院子的天才地宝 全部都给运回去 刚才的人参草 到底有什么作用 李延欣问道 作用很多 叶浩轩道 最关键的是 他能让人起死回生 断职再续 那岂不是仙药了 李延欣问 不错 就是仙药 叶浩轩薇薇的一笑 他伸手又从一边摘下了一朵紫色的小花 这朵花的颜色是深紫色的 花朵的最深处显得有些紫红 而且 这种草的根茎很细 就像是牛毛一样的细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发现不了他的镜 紫色的小花就像是一颗颗浮在半空中的紫色宝石一样 这又是什么 好漂亮 女孩子永远对漂亮的东西感兴趣 叶浩轩取下的紫色的如同宝石一样的花朵 瞬间吸引了他的目光 这种花的名字叫做 彼岸花 叶浩轩笑道 彼岸花 那些不是相传在黄泉路上才有的东西吗 李言心不解地问道 是 但是这种彼岸花又非是黄泉中的那种彼岸花 它的习性和彼岸花是一样的 花开不见叶 叶落不见花 花开叶落永不见 叶浩轩说着 将彼岸花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 这种花并非是植物 而是一种天地灵气衍生而出的零食 但是因为长得特殊 所以看起来就像是花一样 有什么作用 李言心问 如果有这种花 我的天心预露丸的档次 马上就可以提升数倍 叶浩轩笑道 那岂不是仙丹了 李言心诧异地问道 他知道叶浩轩自制的天心预露丸 到底有多么的逆甜 就算是叶浩轩用一般的罕见的药草制出来 也足以堪称是起死回生的效果 更何况用这种天才地宝炼制出来的 这种草到底有多拟甜了 李言心都有点不敢往下想了 跟仙丹差不多的 叶浩轩笑道 那多弄点 多制出来几颗 李言心笑道 不敢 叶浩轩摇摇头 为什么不敢 李言心白的叶浩轩一眼道 你不像是那种怕事的人啊 不是我怕事 而是我怕天呢 叶浩轩向上边指了指 他苦笑道 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有法则 华夏古代的历史中 有很多逆天的东西出现 但那些东西很快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因为那些东西太逆天了 破坏了这个世界上的法则 所以 他们遭天浅了 我怕遭天浅 所以我只弄了一点 少制作出来几颗 以备不时之需就算了 这是不能大批量的生产的 否则的话会出事的 我想你顾虑多了 李言心摇摇头 现在远古诸神都生死不明 你还怕什么天浅啊 天浅与远古的诸多大能 还是有些区别的 叶浩轩摇摇头道 天道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自然法则 并不是谁制造出来的 而是自混沌初开变存在的 哪怕是远古的大能 也不可能违背天道法则 什么法则 无非就是生死轮回罢了 可远古的那些大能 自身就能跃出五行之外 不在轮回之中 甚至可以以自己的一身肉身 纵横天地之间 这不也是逆天了吗 李言心道 所以远古会出现一场变故 诸神禁远 我们这个世界 与三千世界彻底的隔绝 叶浩轩看了李言心一眼 这就是天道 你说的有道理 远古大能的陨落 也有可能是天道循环的原因 李言心愣了愣 他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还有屋的陨落 上古的屋 那个不是举手投足 就能举山填海的人 可是现在呢 屋族一脉只靠孔雀平 这么一个小地方苟延残喘 这就是天道啊 叶浩轩探道 所以做事的时候千万不要逆天 否则的话 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懂了 李言心点点头 还有什么需要找的 找的差不多了 叶浩轩笑了笑 这次来到屋族的时候 我有感觉 我觉得这个地方 能找到一些 令妙会起死回生 重聚肉身的东西 看来我果然没有错 该找的已经找齐了 那么 我们现在怎么样 才能出去呢 李言心问 不知道 叶浩轩看了一眼 这边无边无际的世界 他有些无奈的摇摇头道 这个地方应该是 巫神在世的时候 开辟出的后花园 没事的时候 在这里浇浇花 种种菜 巫神的残魂 彻底的故去之后 就成了这个地方 好奢侈啊 开辟了一个后花园 竟然都有如此浓郁的灵气 如果待在这个地方修炼 我想效果一定很好 李言心和叶浩轩 一起来到河边 他缓缓地坐倒在了河边 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好 叶浩轩坐到了李言心的身边 看着眼前的这条小河 河水碧绿 就像是一块天色的翡翠一样 绿的可爱 河水里面还泛着七彩光滑的小鱼 这些鱼在水里面游来游去的 时不时地跃出水面 这是一个充满仙气的地方 这地方有天才地宝 有雨是无争的小鱼 没有一点凶险 李言心缓缓地躲在了河边 这个地方真漂亮 我都舍不得离开了 那等我的事情结束以后 我陪你来到这里 我们以后再也不离开了 叶浩轩靠到他的身边笑道 如果你确定 你只带我一个人的话 我当然是欢迎的 李言心瞪了叶浩轩也 呃这个 叶浩轩有些尴尬 李言心与其他的几个女人不一样 她就是永远地不向自己妥协 做不到就别废话 李言心瞪了叶浩轩也 随即又叹道 唉 你的事情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尽头 快了吧 三年内 叶浩轩苦笑了一声 那个上古复活的老怪物 给了我三年的时间 如果三年之内 我凑不够五块女娃石 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有一场变故 恐怕到那个时候 我和他之间会有一场生死之战 你没有把握 李言心问 那是活了几千年的上古老女人 叶浩轩有些无语地说 他被人称为凶神 你觉得我对上他有几分胜算呢 如果他的本源尚在 你现在对上他 瞬间都会被他秒杀的 李言心认真地说 对 我瞬间都会被他秒杀的 叶浩轩苦笑 虽然我现在已经有了天静的秀为 虽然我现在又凤魂的传承 并有上古的兄兵化成的太长 但是我还是太弱了 我的强大仅仅是 只对这个世界而言 三千世界随便一个小角色 就能让我们费尽心机地去对付 更何况这个世界 并不是看起来的那么平静啊 叶浩轩导 他取出了那块女娃石 核桃大小的女娃石 在这个充满灵气的世界里 灵光闪闪 就在这个时候 女娃石上一张痛苦扭曲的面孔 一闪而过 那正是盗梦者的面孔 他私生叫道 叶浩轩 放了我 女娃石呢 是上古时期女娃补天使所用的石头 经过神火千锤百炼 可以说是这世间一切邪魔的克星 你被女娃石吸收在这里面 到现在竟然还没有融化 你是怎么做到的 叶浩轩感觉到诧异 女娃石是这个盗梦者的克星 她们当年大举入侵地球 一来呢 是这个世界的强者 实在是太多了 威胁到了神域 在三千世界中的地位 二来呢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存在的东西对他们有着致命的杀伤力 比如女娃石 那简直就是他们这些人的克星啊 之前的盗梦者被李延新用修罗一键穿心 鼎鼎大名的兄兵修罗 简直是沾之即死 可是这家伙的意识消散在世界各地 一直在伺机重生 结果 她真的重生了 修罗都不能将她彻底的杀死 反而是这一块小小的石头 就能将她牢牢的禁锢在其中 这说明女娃石是很强大的 我 我很痛苦 女娃石将我的具体炼花石迟早的事情 你放了我 我们有话好商量 盗梦者的面孔在女娃石上面 显得非常的痛苦 这关我什么事情 叶浩轩笑道 你越是痛苦 我越是能享受到报复的快感 来自三千世界的杂碎 我们可以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 不过你什么时候被炼花 叶浩轩道 优优独播剧场